人们都知道新闻是第四权利 而在中西方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特点 就是每次发生公共危机的时候 在中国内地你看到的东西呢 往往都是让你感觉到意犹未尽的 比如说美大高速死了多少人 没有人知道 因为他公布出来的数据是不断增长的 那么死的人有没有名字可以被公开呢 是吧 为什么每次遇到这些问题都非常难呢 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 西方发生了这种重大的公共事故 可以说民众在第一时间会献上鲜花 点上蜡烛 就是为他们祈祷 把每一个人的照片 贴出来 有他们亲人写的一段话 下面有蜡烛 有鲜花 有鲫鱼 即便是在去年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过程中 殉烂的这些人 我们现在看到的有照片 由死亡的这些人 他们的人生经历 就如同二战期间 被屠杀的六百万犹太人一样 很多人留下来了日记 有些回忆的书 包括在网上你可以查到的 这些死亡者的名册 一个一个鲜活的人 被记忆着 被很多素不相识的人关注着 人们非常愿意 记住他们曾经来过这个世界 直到今天 不停地有影视作品 反映这一点 让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忘记在二战中 殉烂的这些人 其实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这种情况往往就不多见 譬如说同样在二战期间 有很多我们的前辈 在他们倒下去之前 他们一直用一段话 在鼓励着自己 他们认为后人一定会记住他们 记住他们今天的奉献 但是直到今天 我们真的能记得的名字是有限的 因为政治上站对错误的问题 中共已经把这些人的名字 扫入了历史的另册 当然了 报应来得也快 你经常能看到反映淮海战狱的 这些影视作品 上面有很多共军掩埋过的尸体 他们插了一个小木棍子 小木牌子 上面用毛笔粗略了 写下了他们的名字 认为后人 会来把他们的遗骸 移到历史陵园 或者迎回老家 但他们前脚者 后脚周边的农民 就把这些木牌子掘了 当柴火烧了 在中国 所以说连为所谓的政权 打下江山的人 都不太容易保存下这些纪念 更别说今天这个政权 刻意想掩盖的事实了 他们为什么要掩盖呢 因为中共有自己的政策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 他们开始追击了 针对地方官 针对重大的灾害 公共安全事故 有一些是必须要处理的 所以你非常蹊跷地能看到 每次重大事故死亡的人 都是三十多个 因为到了四十就得追击了 所以他先放出来 三十多个重大伤亡 然后在医院里死的呢 那个可以往后算 是吧 不是当场死的 是抢救无效 那么到了今天 实名想看到 这些遇难者的名册 这就变得非常困难 家属是活生生的 政府呢 也在跟他们谈着 通常情况把钱赔了 家属也就认了 为什么会在中国 出现这种情况呢 一来是政治上的需要 是吧 家属不能外扬 不能把在中国发生的事 完全暴露出来 新闻上一天的晚说 中国这儿死了多少人 那儿死了多少人 对中国的整体形象不好 二来各地的官员 为了避免被追责 也不希望 展示出真实死亡的人数 其实还有一点 很中国 就是家属 拿到足够的赔偿以后 他们也不要这些虚名 我们可能已经没有时间 或者没有心情 为他们全部挨了 网络上的名义 对此 已经麻木了 我们原先在红蓝黄事件爆发的时候 为他们进行过深远 但是很快 这些家长们 就掩期歇骨了 因为他们拿到了足够的赔偿 然后雷洋案发生的时候 大家也在为雷洋 发出呼吁 尤其是人大的校友 最后呢 我们发现 政府给他们的赔偿 远远高于 正常的价码 雷洋短暂的一生 可以说 是为他的老婆 赠了一笔家族 所以从此以后 人们对他已经 没有多大的兴趣了 热情一次一次地被浇灭 包括最新的这个 梅达高速他方的死难者 他们应该拥有姓名 也应该让大家记住他们 如果说一个一个鲜活的人的名字 被媒体不断地曝光 进行着纪念 那么人们就不会把这次事件中 死难者当作一个陌生的数字 三十多个或者四十多个 就如同几年前在南京 发生过的所谓汽车爆炸案一样 整个一辆公共汽车上的人都死难 死难者到底有多少没有人知道 他们的名字也从来没有被公布过 在过去中国曾经遭遇过的这个疫情 也就两三年前的事 武汉所有的兵役馆 都超乎寻常地购买了骨灰盒 很多下葬的新坟没有立碑 有公职的被政府说教了 劝告他们 缓一缓再立碑 雷神山火神山进去多少人 没有人知道 出来多少人也没有人知道 死了多少人有没有名字 有没有建议一个纪念碑 今天在中国都是一个竞技话题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我们已经遭遇过的 相对已经成为比较麻木表情的 这些重大的灾害事故 可以说每年都会有很多起 人们也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 夸中国是基建狂漠的时候 他们有绝大的热情 出现重大的事故 往往就没有人会关注 因为你的关注得不来任何结果 没有人会继续教训 如果网络上关心的人多了 政府为了加大力度 处理掉首尾 会增加赔偿的额度 但是民众并没有在这次事件中 能够得到什么好处 好像我们的热情 只是为了给死烂者的家属 在拍卖死烂者的 这个名字 过程中 增加了一些砝码以外 人们没有看到任何的社会进步 相信今后中国也会在这样的环境中 只要这个党一天还在管理的这个国家 这种现象就只会愈演愈烈 我们跟西方之间的关系呢 应该来说越来越脱节 人们曾经试图在中国形成的第四权力 所谓的新闻监督 从三十多年前 我们不断地提及到在过去的几年里 我们看到一些冒头的新闻媒体 新闻人逐渐也走向了末路 第四权力 在中国现在几乎已经不见了 可能没有人相信在很短的时间内 它会重新冒出 我们每一次在新闻中看到的都是真实的 都是真实的一部分 人们已经习惯了它 并且不再愿意思考 每一次的新闻热点 都会被更大的新闻 尤其是绯闻所掩盖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配方 生活中每一次的麻痹 都在增加我们 盲目的成本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人 除了关心自己 除了铁拳砸到自己头上以外 再也不会有那些真实的呐喊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